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香香 我到园子里来把点顺 今天晚上得用我们做饭了 现在就是家里面比较忙 然后我爸爸没后做饭 今晚上就我们带起了这个大愣啊 波哥今天晚上多炒两个菜啊 老爸晚上要喝酒的 嗯 今天晚上我做饭吗 如果你做饭谁做饭啊 对不对劲啊 我在外面是我做饭 到你娘家的孩儿做饭吗 你做的饭好吃 菜好吃 老爸能多吃两碗饭 知道吧 最受不了你这招了 弹一炮弹 善意无形啊你这 四十卖熊变 我说的都是四十 好吧 我虚心接受 哈哈哈哈 饭多少 就拔几根就可以了呢 好大一根 老妈叫我多拔一点 不过 她说拔完了她好种其他的菜 哎 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现在好像都是男的做饭 大部分的 怎么回事 你们女的都不做饭了吗 退化了 不是不做饭了 是现在的男的比较懂事 比较懂的丑女人 知道吧 哈哈 给女性全力 你是个丑女人是吧 哈哈哈哈 你是个丑男人 哈哈 好了好了就拔这么几根吧 不太好拔 这个水下了雨吧 就是外面有点粘粘了 一拔就一划 快 这几天都下雨啊 河里面都涨水了啊 嗯 这个水上面也捏了好多细泥巴呀 先洗个头便回去才好清 稍微软掉一点 赶紧多了 是吧 可以 清了好多 刚才拿到手上 就是泥巴好多 走 回去弄晚饭吃 我都饿了 哦 咋了一下 我有指甲 我就负责来剥这个毛豆 剥个没指甲 就来剥笋 天天吃竹笋 有没有吃力啊 没有 好吃的很 哈哈 吃不理这东西 猪笋炒肉是经典名菜呀 是哦 哎呀 粗的 好吃 剥的好有感觉 哈哈 剥的好有感觉哦 先这样装点一下 那个水就出来了 你们是不是这样剥绳啊 哈哈 这样的剥法是有少量啊 剥量不适合 剥量手指会痛的 如果是剥的多 就用那个刀把那个尾巴里削一下就好了 是不是 是 我感觉我现在是猪笋装家 哈哈哈 对吧 是 哎不公平的 你豆车这么早 我来损这么多 等会我来帮你剥呗 我先剥完不 那还差不多 我来找最大的 好 我来剥 大 好了吧 跟你讲吧 哈哈哈 你好啊 弄错了 弄到那个里面去了 锅大吃的手艺可以哦 吃炒的吗 毛豆 我家羊羊比较喜欢吃毛豆 青草的 还要再炒两个菜 哈哈哈 我都肚子饿了 加快速度 我来把这个菜端过去 爸妈已经回来了 他们肯定饿了 要快点 最后一个菜已经好了 要吃饭了 啥几个不正经的葱花 是不是 今天的素菜比较多 因为没有上街 就家里的菜 等明天上街再买点菜吧 买买一桌子菜 郭哥说要跟我老爸两个人喝酒呢 我也要吃饭了